不要炒书 不要炒书 不要炒 嘿,我是阿图 好久不见 今天开始也要一起加油啊 这是我2019年的第一期视频 这一期视频呢,跟大家聊一聊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是怎么做期末复习的 这一期视频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怎么做计划 第二部分是文科的复习 然后是理科的复习 接下来是怎么合理的利用 平时的作业和考试的试卷来复习 第五点呢,是给大家一些 期末考试的一些tips 做计划这个部分 其实我会花大概大半天的时间 来做这个计划 做计划的时候呢 我会先把考试的时间 包括日期,具体的时间 以及考场的地理位置 具体地址写在日历上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去考场去熟悉一下环境 去到考场附近的道路状况啊 洗手间在哪里啊 考场在几楼 我都会自己亲自去看几遍 来说管自己考试当天的压力 考试的时间 记下来也不仅仅是说提醒自己什么时候要去考试 在自己平时复习的时候呢 就可以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调自己的生物中 我相信有很多同学是通宵复习或者就复习到很晚才去睡觉 对我自己而言的话呢 这生物中这个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比如说我的考试是在早上八点到九点 那我就要保证自己平时复习的时候 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我是清醒的 如果考试是在下午四五点的话 那我的生物中要保证下午这段时间我是清醒的 复习的这段时间也是自己调整心坛和生物中的一个时间段 这在任何的考试或者工作的状况中 都可以运用这个小小的sql 第二点呢就是要怎么去制定复习计划 相信很多同学也会跟我说 其实很多人在复习的时候是在预习啊 因为整个学期没有好好地学习 自己就是临时报复讲 要怎么去pass这个课 首先呢就是要浏览老师在刚开学的时候 给出的outline 像国外的大学老师都会给一个小册子 给了一些这个学期需要学的主要的内容 大概要读的reading是哪一些 如果国内有的学校没有这种outline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老师上课主要用的是哪一个课本 如果有PPT的话呢 看一下PPT最上面有哪些章节内容主题 把这些主题呢梳理一下 大家就知道你共学了哪一些大概的内容 去制定我的复习计划 接下来大家要把自己平时的作业练习和试卷招出来 这个在复习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笔的机会 比如说有个章节叫labelforce 关于labelforce的作业是在哪里 它的复习内容 它的要点都在它的作业和老师上课讲的内容里面 知道这些复习的内容也有了相应的作业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计划自己每天的复习量 比如说我今天复习哪一个科目第几章或者第几个主题的内容 这个主题的内容它配合的作业或者平时的试卷是难一些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多的做一些计划 比如说我正式复习的第一天发现自己计划做多了 根本一天没有办法完成这些内容 那么我完全可以把多出来的这些内容移到第二天 但是要注意的是在移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计划全部再重新规划一下 我这三号考试至少在一号之前我就要完成至少三轮的复习 我后面也会讲怎么做这三轮的复习 空出来的一两天不是用来休息的 是来弥补自己之前经常犯的这些错误的 比如说我这个有一个错题本 我正最后两天错题本的错误再重新过一遍 我也可以找一些自己其他的阅读材料或者复习材料 再把它们过一遍 在考试当天呢就可以很顺利的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和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去完成这场考试 如果计划做少了时间多出来 我们的办法很多同学会做的就是去看看视频啊 刷刷手机啊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去浪费时间的 多出来的时间你完全可以去提前把第二天的计划做完 其实我们完全不可能知道自己之后的计划能不能胜利的完成 既然可以提前完成一点 为什么不把后面的计划提前做呢 到后面如果有任何的突发事件 我们也可以从容的面对 第二单点就是来讲一讲文科的复习 文科千万不要去抄书 去图书馆看文科类的同学在复习的时候呢 就是教科书摆了一堆自己买了一些练习的 在非常用功的 抄书旁边也买了一堆的文具 其实这些文具后面的tips里也会讲到我们大概用到怎样的文具去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不抄书我们要怎么行呢 如果有PPT的话可以浏览PPT 把老师的PPT呢放在电脑桌面的左边重新开个PPT 放在右边在浏览PPT的时候会发现 老师的这些重点内容其实就那么几张 把重点内容复制粘贴到新的这个文档里面 这是你的第一轮复习 把老师搜的内容全部看一遍 把重点放在新文档里 PPT里的字体全部把它转换为不加粗 没有写体词没有下滑线 颜色全部表为黑色 如果有其他花里胡舍的字体呢 全部转换为最最干净的规整的字体 接下来把这些PPT的内容打印出来 其实以整个学期的重点内容打印出来真的没有多少 给大家看一下我打印出来的内容 这个是我仅有的上学期间的期末复习资料 大家会发现我的复习资料 其实highlight的颜色就真的只有一种 两种三种 笔记的字呢真的不用那种颜色 就蓝色的 如果有真的非常多的东西 我才会用红笔去标注 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复习的时候 其实不会把太多的经理放在怎么去选 什么颜色的笔 选一个什么样式的文具来帮助我复习 在看自己笔记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干净 就不会被各种巴黎胡哨的颜色 吸引过去而降低我的学习效应 PPT打印完了 我们要怎么拿这份东西来复习呢 我会在PPT上标明这些东西 what who when how where why 或者呢也可以标明 theory case definition development 或者application 小小的keyword就可以让自己很快的搜索到 这一个内容 它大概是针对于哪一个方面的知识表 接下来呢是做规类 学文科的同学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规类的技巧 规类的能力 我们刚才就已经做了规类了 它是what who what 或者它是一个theory 还是application 如果你是学历史 或者内容跟时间有关系的话 可以做一个时间轴 接下来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做一个mind map 来做一些关系图 比如说它是包含关系 还是相似的比较关系 这几个内容它是有因果关系的 虽然这是一个文科类的复习内容 但是它可以用理科的逻辑思维 帮助自己复习 当然考试不仅仅是考试 这些分析能力和准备材料的能力 在自己今后的工作中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文科类复习的第四小点呢 是要学位考核自己 第一天复习完了也做完练习了 可以再问问自己 跟这个定义有关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比如说我这里的 跟人类心理发展的 这个定义有关的内容有哪一些 是谁提出了这个内容 也可以用朱里的话 或者自己的话来大概总结一下 今天的复习内容是什么 第三大点是理科的复习内容 理科复习内容的第一点是 不要超书 不要超书 第二小点呢就是 公式 我在做理科复习的时候 我没有刷非常多的题 但是我花非常多的时间 反推到那个公式 而且我也去网上搜寻一下 这些公式的这些小符号是怎么来的 很多同学就误认为理科复习就是去刷题嘛 也不好好去看书 其实上 理科的这个教科书里面 包括这本书是澳大利亚的高中经济学的书 这本书看着没有特别厚的样子 但是要看这本书花费的时间非常多 理科类的字虽然很少 发泛出来的内容非常多 第一章的内容 它很有可能和后面二三 甚至第十第十一章的内容都是有联系的 符号的推导过程 它那个符号的定义 还有符号是怎么来的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课本里和网上都可以搜寻到 并且自己尝试着去反推到这些公式 在反推到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理解这个公式 要怎么去读一本理科书 也是一个可以做成十几二十分钟长的一个视频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如果是学统计的话 统计这个表和这个图要怎么去查 在什么情况下要去查这个表 或者这个图 有哪些特殊的情况 因为在做理科题目的时候会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需要去解析 去注意的 第四点 合理的利用平时的作业和平时考试的试卷 在后期的期间 我们可以重新做这些作业上的练习题 和以前考过试的这些试卷 而且在做这些题的时候 一定要当做真正的考试来做 就类似于做考试的模拟题 在这里的第一小点是 我们要边复习边做练习 那在第一点做练习的时候也说过了 我这个主题这个章节下 没有哪些配套的题目 复习完那块内容以后 马上来做练习题 第二小点就是我复习到一半的时候 比如说有十个章节 我复习到第五个章节的时候 我把一到五的作业或者练习题 全部再重新做一遍 全部复习完了以后 六到十的章节作业也做完以后 我再从一到十的练习题试卷再过一遍 如果你在手抄把这些错题抄下来的话 其实是非常费时间的 而且你也不一定知道这个练习题 它的哪一个内容 哪一个章节里面 如果是在翻作业本或者翻试卷的话 这个错误我还是不会做 我就可以看前后的内容 也可以知道在哪一章节 马上去翻出 这样的效率其实是更高的 第五小点就是一定要动你去做题 不要看到一个题在脑子里过一遍解题思路 哎呀这个处子这样算出来 也就是这样算 用一下计算机 用一张的张图 接着我算出来就好了 或者这个人做了大概这样的事 他可能会导致怎样怎样的结果 就在脑子里过一遍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大家这样来复习 做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动笔 把东西写下来 自己想和写下来其实是不一样的 千万不要怕麻烦 如果要查词 也要用计算器的话 一定要去用 那第五点就是顾习的tips 第一个tips就是不要用太多种类的文具 这样自己在选择文具 或者在选择笔的颜色的时候 就消耗了太多的精力了 笔的话就最多最多不要超过四种颜色 每一种颜色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就可以了 第二点呢就是把手机 或者其他学习用不到的东西 把它放在你比较难以拿到的地方 比如说可以放在书包里 并且把书包拉链拉上 可以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 自己离床远一点之类的 就可以避免自己被其他东西打扰到 第三点可以看一些比较短的 或者自己在学习的时候 头还在想着电视剧里的情节也会非常分散注意力 第四点是学习的时候不要边学习边听音乐 我相信很多同学就在图书的管理学习的时候 都会带着耳机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耳息 其实这个效率会很低 如果你听到不喜欢的音乐 你就会花时间去强调下一首音乐 或者选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 如果听到一首喜欢的音乐呢 如果他是唱歌的话 牛会跟着歌词哼出来又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 而且在考试的情况下 是没有办法达耳机的 在那个情况下 就会因为自己平时一边学习一边听音乐的这个习惯 影响自己考试时候的状态 要把自己所有的状态和生物中全部调到考试模式 第五点 用不着非要去非常安静的地方学习 老师的时候其实别人在写字呼吸 老师来会走动的 任何状态都会影响到你 如果平时复习的时候 就在一个非常随意的一个环境里复习 自己考试的时候 有任何状态也不会影响到你的 第六点是 睡眠要求不要太高 有同学会特别想要早睡早起 为了缓解我的压力 提高自己的免疫 特意在复习期间去跑步 其实这个我不是很建议啊 任何一个新的习惯都会打乱你的生物中 都会打乱你整个人的状态 这些新的习惯又会消耗你自己的经历 很得不偿失的 自己平时什么样 考试期间又怎么样 自己考试期间的状态怎么样 真正上考场的时候 形态就是什么样的 跟吃饭睡觉相比 考试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么平常了 所以看起来就比较可怕 但是呢它也不是门瘦不是洪水 我不用去惧怕它 我在这期视频里呢也不断的去重复同样一句话 把自己的所有状态都调整成考试模式 那在考试的时候呢就是平时的模式 大家虽然经常说考试不仅仅好的是自己知道了多少要考心态 自己的心态就可以在平时的复习和生活中调整 这是一期比较长的视频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就祝大家期末考试一切顺利 我们下次见 拜拜